当现代科技的子弹与古老文明的大便发生碰撞 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好的 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来玩这个垃圾游戏合集里面的大便杀手第三部作品 这个游戏它一座比一座更加的离谱 游戏开始了 那在这一座呢 地点来到了一个歌舞厅里面 俱乐部啊 club里面 我记得是不是可以调画质的呀 调一下画质 OK 我这次好像是成为了一个酒宝调酒师 这边来了一个客人 这个人好熟悉啊 好像在第一代里面见过 他想要一杯地狱饮料 地狱之酒吧 这边怎么还有人在跳舞啊 上面还有那个disco 看一下这个 哦 这边写的有呢 地狱饮料需要福特加琴酒啊 其实杜松子酒吧 还有烈酒还有这个龙蛇兰是吧 这边拿个杯子 我给你调酒 看一下上面写的啊 福特加 琴酒 这个是烈酒啊 再来一个龙蛇兰来喝吧 喝 好喝吗 这是我亲自给你调的酒 啊 他喝完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走了 这也相当于跟第一代一样像工作模拟器啊 其实我们这个游戏每一代都好像在卖东西 哇 这边还有这么宽广的地带吗 可以出来 这个后院很宽啊 前面呢 前面可以走吗 前面也很宽 但是好像有空气墙 那个人他已经走了 那这边跳舞的兄弟们 哦 有了 有那种感觉了 孙宏雷啊 这什么舞啊 这舞蹈好熟悉啊 这个好像是骑马舞啊 我知道 刚那style啊 但是这个不是零几年才流行的嘛 这个也是什么舞啊 霹雳舞吧这是啊 哦 踢他舞 反正反正我也不懂什么舞 但是呢 看得出来他动作非常优美啊 这个也是骑马舞对吧 哎 这个好像也是第一代里面那个人 我认识这个人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这边是厕所哎 哦 那等会儿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发生惨案了 这边呢 有两个厕所 是吗 两个厕所看哪一个吧 也可能两个都有 哎 这个脏杯子 哦 要洗是吧 来吧 把杯子洗一下 好 洗干净了 接下来呢 有客人来了 看来是要把杯子洗了 客人才会换新的来 这客人 怎么感觉好熟悉啊 难道都是第一代里面的角色吗 来看看 你要什么 所有一代的角色齐聚一堂啊 给我一杯神圣的酒 这边好像有 这个圣酒 龙舌兰 狼姆 饮料 烈酒啊 哦 先拿杯子啊 龙舌兰 狼姆 狼姆 烈酒 好 喝下他 好喝不 怎么一点评价都没有啊 喝完直接走了 非常悠闻啊 非常悠闲啊 一代是租赁影碟 二代是出手 金卡拉 三代是在这边调酒啊 好 又来了一个客人 Julian 他要一杯 死亡之酒 是吧 死亡之酒要能量饮料 然后福特加 朗姆酒和这个烈酒 OK 烈酒 来 都是一些高酒精浓度的 怪不得叫死亡之酒啊 他走了 好 又来了一个客人 他感觉他的脸长得好圆啊 来 你喝什么 一杯地狱之酒啊 好 地狱之酒 哦 这都怎么喝的呀 这个游戏前面玩起来 你不注意的话 还以为就是个工作模拟器 但是 真正的游戏内容隐藏在后面啊 又来了一个 绿色衣服的 叫尼奥 哦 他想用一下厕所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个人 好的 那你请随便 但是呢 不要忘记冲厕所 他是要去哪个厕所 男厕所吧 快 赶紧来观赏一下 还把门关上了 这个比较懂礼貌啊 来看一下 哦 还没玩 哦 完了 这个BBOX唱 哇 靠 又是这个啊 他还给个特写镜头 这不是我弄的 这是他自己弄的 走了呀 这就走了吗 哎呀 怎么每一次都是这种啊 哦 这些客人怎么了 他们说味道好难闻呐 什么一个鬼味道啊 居然把他们都给臭走了 我的天 这坨翔拉的啊 直接把我其他客人都臭走了 钱都没给我 影响我生意啊 他们四个人在那蹦滴蹦了这么久 这边 吴尔逊 哦 他也想喝一杯 神圣的酒 好 喝吧 刚才那四个人 他们在角落里面 总共也就四个人在那蹦蹦蹦 一直蹦啊 有啥意思呢 然后找了个借口是吧 不给钱就溜了 哦 又来了一个 这个呢 他也要用厕所 怎么这次来了两个呀 他说他只想小便啊 还有个女厕所 怎么了 哦 你小便 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了 在第二座里面 你肯定是来拉降的是吧 果然 他说他要在裤子里面拉了 不行啊 我们厕所已经坏了呀 怎么办 他竟然诅咒我 他说大便杀手会来找你的 哎 干什么 天呐 混蛋呐 竟然在我的地板上拉响 这跑得也太快了吧 怎么回事啊 跑这么快 这 哎呦 我的天啊 我怎么清理地板呢 我这没东西可清理啊 哦 这边有一把铲子 行 我懂了 来铲 来铲 洛阳铲 是我一记洛阳铲 OK 把他放到厕所里面是吧 哎 这是谁啊 这是刚才那个拉降的吗 大便杀手已经来了 这是谁啊 这是 之前那个拉的吗 那个绿衣服的 赶紧给警察打电话 他说警察局 啊 你怎么了呀 有一个刺客要杀掉我们的 他已经杀掉了一个顾客了 快来救救我 告诉我你在哪 我马上派车过来接你 我有一家绝对80后酒吧 请你赶快过来 好的 现在等待警察过来啊 他说他会很快的 现在等警察 大便杀手呢 哦 他在门外面 他过来了 他说我得 我得赶紧躲起来啊 这里可以躲 好 我躲在柜子里面 看不见我吧 他过来了 我在柜子里面 完全都不能干别的 只看到他在这边蠕动 走了吗 没走 过来了 没发现我吧 大便杀手 还不走 想干什么呀 好像也没什么声音了 但是我出不去呀 哦 警察来了 他让我出来吧 警察 警察同志救我 大便杀手不见 哦 在这里 啊 怎么 大便杀手又是这一招 熟悉的 招牌性招数 哦 警察开枪了 慢动作 子弹也是慢动作 天呐 现代科技 与古老的神秘力量 相碰撞 他们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炸吗 哇 发粪图强了 这个怎么办 把警察同志给炸死了 大便杀手呢 这么强吗 他的大便里面含有炸药啊 还有硝酸鞍 哦 啊 他说我要吃这坨降了 这一座有三个结局 第一个是用酒精之力攻击 第二个是召唤大便牺牲者啊 会涂转身吗 第三个直接用拳头跟他战斗 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看吧 三个结局啊 酒精之力我手上拿了一瓶酒 怎么样我要扔出去 还是怎么样 酒精之神赐予我力量吧 怎么样 要喝什么 哇 这边这么多大便里都喝得下去 喝 这个蓄力时间太长了 人家直接偷袭了呀 那这个结局就也太惨了吧 直接就挂了吗 哦 这个音乐好熟悉啊 我感觉好像是一些搞笑配乐的 好 来看一下第二个结局呢 我直接绘图转身 之前被大便杀手杀掉的这些牺牲者啊 真的要绘图转身了吗 召唤了 有几个人 这是二代中的两个啊 三个人一共 加上我一共四个人 原来二代的两个人牺牲了啊 我还以为有好结局呢 哦 四个人吗 四代火影 怎么样 怎么都背对着啊 上堂 开枪 哦 四倍攻击 天呐 这也太厉害了 整整四倍的攻击 这谁顶得住啊 天呐 大便杀手 直接脸上贴了四根金条 这一局啊 人类获胜 大便杀手被干掉了 好 那第三个结局呢 直接用拳头战斗吗 呦 大便杀手原来会发狂啊 抽洋电风是吧 他还打我 哎呀 我打你 我 我这个武器 我以为是啥呢 原来又是两根巧克力法棍当武器啊 这就 这就没了吗 大便杀手 这是我的战斗力太强 还是这个 法棍战斗力太强了啊 这是你的武器啊 你的招牌武器被我拿到了 巧克力热狗啊 两下就把他给敲死了 好吧 那这应该就是游戏的三个结局了 游戏的第三作有三个结局 那第四作是不是有四个结局了 前三作游戏呢 作者放到了一个合集里面 后面的有两部作品 应该是第四作 另外一个叫大便杀手起源 不过那个都要单独购买啊 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